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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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你別告訴我 這裡有個女人在 你說什麼? 你說我兒子,你無端端扯了我一搭 我和你說笑而已,這麼認真 不過說真的,我這樣做是為天天好 離開了這裡 就不會經常見到那個蘇士 飛揚,你知道玩玩玩真的無所謂 但如果日久生情的話,就麻煩了 現在我在貿易行剛剛才開張 還沒上軌道,煞時間怎能離開呢? 其實還要治這個臭小子的事 我慢慢會處理他 出來吸新鮮空氣 真的整個人都精神很多 等一會你和雙春表白完之後 我肯定你更精神 雙春出來嗎? 不是,我和你倆志哥去餐廳 等一會你和雙春搶到湖中心的時候 有意無意地丟掉一枝獎給他呢? 丟掉一枝獎給他? 我怎麼回案了? 你別這麼笨,可以嗎? 站好,我就是逼你們在外面 讓你們走不了 到時候,湖光山色,二人世界 你想怎樣就怎樣? 你別亂說,我對雙春不會做不軌的行為 你想去哪裡? 我是叫你到時候向他表白 跟他說一句,我愛你 我愛你?你做得不成功? 總比你那招餃子全程好,吧? 大師兄… 九妹哥哥,你也來一起玩嗎? 是 你也出來,起床逢誰看? 那我先回去吧 長命功夫,長命做,吊頸也要休息 是不是這麼說,老闆娘? 是呀…多一個人開心點,娘 那還等什麼?走吧… 跟緊一點,追貼一點… 你記住跟貼一點 千萬不要讓大眼仔撐到若嵐 不去到武雷宮那麼遠了 我看你的鐵嘴雞跟得多久 楠楠,我們不如跟你娘鬥快吧 好呀…差快點… 快點 他越差越快 你快點,大力點 那邊… 快點,大師,好玩,比他們快 等等,還好玩 楠楠,你看看這裡湖中街的景色多厲害 九妹,我們先參加岸,你們慢慢聊 我問你,為什麼扔了兩支掌上海 不好意思,雙春 我一個…一個不小心線手 你明明說謊 我明明看著你扔兩支掌上海 你再不老實跟我說,朋友也沒得做 不要,我說了… 其實是禎哥叫我…跟你說… 行了,你不用說,我明白了 一定是那個臭公 叫你把艇抄得武雷宮那麼遠 讓他可以埋脫我 他當然不知道想到什麼方法了 想再逼若嵐,記起以前的事 九妹,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也好 你現在馬上送我回上岸 你現在放鬆心情,然後深呼吸 慢慢呼吸,心…躲起眼睛 然後慢慢感受一下 這裡四周圍的天地靈氣 你覺得整個人都放鬆了 在這裡飄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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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去很久之前 想起以前的事 藍藍,我不是叫你睡覺 你嘗嘗集中點去想想 你以前曾經發生過的事 怎麼會讓人家想起以前的事 大師兄,不如我們再去餐廳 不餐,你乖乖地想想 以前大師兄除了和你去郊遊餐廳之外 還帶過你去什麼地方做過什麼 我真的不記得了 我只記得和大師兄一起是最開心的 沒理由的 大師兄對你這麼好 你有什麼理由,什麼都不記得 你慢慢想想 記得多少也得多少 想想 你怎麼遮蓋臉,你有沒有想起什麼 很害怕的?怕得說不出 只是要騙字 你又發什麼瘋子 你自己做過什麼,你自己知道 藍藍,我們走 誰呀,你八二十五,沒事吧 你讓我看看他就知道了 人家只關心你,要不需要發浪禮 你猜家,你今天心情不好嗎 看你阿楓就遮蓋了 打算計劃一舉兩得 結果只剩一刀,真是失敗 餃子好不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讓我嘗嘗 好… 真的? 這麼鹹,你也說好吃? 小師妹,你一番心意煮的 怎麼鹹,我也覺得好吃 好味道,對了 為什麼你會特地拿餃子上來給我吃? 我…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什麼? 這些事我等了在心裡很久了 不過我又很難說出口 所以我想來想去 我還是寫出來給你看好 我寫了,你看看,我寫了一整晚了 難道小師妹她寫情信給我? 細雪大師兄? 這些全都是問大師兄的事 是呀…二師兄,你懂不懂回答嗎? 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我也不記得了 那倒是,其實這些問題有點過分 大師兄有沒有跟別人打過架? 大師兄有沒有借人錢不還? 大師兄還有… 你也說這些問題有點過分 那為什麼你還寫出來問我呢? 不是我問,是大師兄問我 他最近經常問我這些事 我都不懂回答 我看他不開心,我想來想去 二師兄,你一定知道的 所以我就來問你了 原來你拿餃子來給我吃 就是為了他的 其實還有兩個問題更過分 我沒有寫下去 什麼問題? 大師兄有沒有去青樓召妓? 還有,大師兄有沒有在送菜裡 下毒害人? 你真的不用我送你嗎? 不用 你不如和我回答所有的問題好過吧 我不想大師兄不開心 行了…我會努力回答問題 謝謝二師兄 姐姐,我走了,再走了 再見 看什麼? 沒有,我只是奇怪 原來一個人的表情可以轉得這麼快 還好說 也不知道你在哪裡找個醫生回來 看完若嵐之後,回到香港就沒有下文 他現在越來越瘋了 這些是吳醫生在香港寄過來 給你那位小師妹的藥 他用附帶了一封術 長聲講述你小師妹的病情 他還說回到香港之後 就著你小師妹的病情 和幾位專科醫生談過 看來情況不多樂觀 那豈不是說了沒說,廢話 吳醫生的意思是 以你小師妹的病情來看 這個小師妹絕對不會一時三刻 可以治好 所以他開了這個鎮靜劑 讓他在月圓之前吃了 精神可以放鬆一點 一會兒可以睡到大天亮 起碼不用會他越瘋一次 他不發瘋又會用嗎? 他現在簡直當作馬永禎是大師兄 那就夠氣死了 如果不醫生不行的 你就趕快換另一個醫生 無論如何,我都要盡快醫好小師妹 曼蒂,今天幸好只有你陪我吃飯 不然我一個人也要整桌菜 那為孔剛剛才開業 任先生多了應酬,是在所難免的? 真的應酬我沒所謂 不過我怕他不是因為公事 任太太,你的意思是… 對了,她小師妹的病情進展如何? 你說關太太是不是? 對,也是這樣 那飛揚呢?她不是經常去看她嗎? 任太太,你不是知道了什麼嗎? 曼蒂,飛揚早幾晚發了口夢 喊著她小師妹若嵐的名字 小師妹… 小師妹,為什麼你這麼對我? 其實我也明白 以飛揚的地位和她的外表 一定有很多飛來猛來投壞送譜 我一直扮若無其事 因為我知道她逢長作慶 和她完結後,她自己會回家 她完全不會把外面的女人放在心裡 不過這次不同 她從來沒試過做一個好夢 叫另一個女人的名字 這次是第一次 我想飛揚和小師妹的感情 真的不簡單 對了,曼蒂 你有沒有覺得我好像敏感了一點? 其實任太太你不用這麼擔心 我想任先生她 也是擔心她小師妹 日有所思,日有所夢 沒有其他意思的 曼蒂,你真好,必須這麼安慰我 她從來沒試過做一個好夢 叫另一個女人的名字 這次是第一次 我想飛揚和小師妹的感情 真是不簡單 聶師兄,我抓到了,真厲害 也不知道你在哪裡找個醫生回來 看完藥男後,回到香港就沒了下文 她現在越來越瘋了 如果那個不醫生不行的 你就趕快去換另一個醫生 無論如何,我都要盡快去治好小師妹 你這麼緊張她嗎? 我就快點幫你治好她 什麼?她派你去菠蘿乃做事? 什麼地方? 是南洋那邊,沒來公公公園 她突然派你去這地方,幹什麼? 她說要在那邊開一間分行 派我去那邊做開荒牙 那就是做牛做馬姐,這麼大整骨 誰叫我欺負她? 她第一眼見到我 已經睹睹鼻,相信我不過了 不行,她這次擺明想扔走我 那個老狐狸 還讓我以為她對藍藍姐姐有情有義 是好人來 話說回來,我想她那天妒忌 藍藍對我這麼好 所以她想這些招數來扔走我 她這個人這麼小器 為何把你扔走去那個鬼賴之後 抓你去餵老虎 師父,你不要答應她 我一口答應了 為什麼? 你忘了我在任飛揚面前答應過她 我去洗心革命重新做人嗎? 她現在這麼看得起 我派我出去打江山 我怎麼可以拒絕她呢? 但是師父,你真的這麼忍心扔下我 去過什麼鬼賴? 你放心吧,你一天還沒嫁出去 我也不會扔下你去過什麼鬼賴 雖然我不可以嘔吐面拒絕她 但是我也還有辦法 可以讓她主動留下我 這麼厲害? 你不儘管放長雙眼,看一看 河羅乃那邊有什麼好呢? 天氣又熱又濕 吃東西又不合胃口,語言又不通 正一,是雞和鴨說的 禎哥,不如你跟任老闆說 留下來好,是不是? 對,你走了之後 問了我們有什麼冬瓜豆腐 沒有你這個招王幫忙,怎麼辦? 其實大人大姐有什麼解決不了? 好,最重要是給自己信心 到時候就人定勝天了 雙春,你怎麼這麼靜悶坐在一邊 不說話? 沒話說就不說話了 你過來勸阿禎哥,不要走,好不好? 不用了,人亡高處嘛 不要妨礙人發財了 我也知道有人想我走很久了 那就好了 以後不用怕有人在這裡睹眼睹鼻 你呢? 你真厲害 居然連我心裡的那句你也說出來了 話說回來,你是不是真的走? 不如現在吧 不用發成這樣吧? 我們師門的首本名菜就是人生五味 精髓就在於鹹、酸、苦、辣、甜 五種味道,予以人生五味分層 人生五味與生俱來 要一一嘗試 才可以算得經歷完整的人生 九妹… 鹹、酸、苦、辣、甜是代表什麼? 鹹就是… 你到底剛才有沒有留心聽我說什麼? 對不起,師父 其實剛才我想了其他東西 你今天整天在心不在焉 你在搞什麼? 師父,你可不可以收回生命 不用阿禎哥的婆羅乃? 不是,原來馬永禎叫你來幫他說話 不是…不關禎哥的事 就是這樣,我跟阿禎哥是患難之交 我們很難得才見面 我真的很捨不得他走 師父,你可不可以留下他? 你和他的感情這麼好 你應該知道他為人是怎樣的 沒錯,他人是有點小聰明 但可惜聰明反被聰明 阿禎呢,只懂得練精學難,一錯再錯 我這次找他的婆羅乃 就是想他一個人好好反省一下 磨練一下自己,重新做人 就像我們師門訓事一樣 鹹酸苦辣甜,是人生必經的階段 就算斷練一個人,他有很多方法 生離死別,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事 九妹,如果你想繼續跟我學傳藝 你就好好記住我這番話 至於馬永禎去婆羅乃的事 我已經決定了 你不需要替他再說話 大師兄要去婆羅乃? 別說我不告訴你 我們這些不是你的挖爛地 如果你怕進不了口 你就自己加一顆神奇酒院下去 已經過了這麼久了,是不是這麼記仇 我要記得緊緊 要不是因為這件事 我們三個後來也不會相認 相處說得對,這就叫緣分 來,為我們三個不打不相認,乾杯 乾杯… 你知不知道我怎麼改你的名字 叫鹹包?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 你的嘴巴小時候都這麼壞 我知道 因為他小時候經常哭 錯,是因為他經常哭著要吃菜肉包 你知不知道你為什麼叫大眼仔? 對,為什麼? 不是因為你的眼睛夠大 是因為你經常看東西 眼睛大看過龍頭 又挺活該的 你還活該? 說你還沒看錯,還活該? 不說你知道為什麼 等你深思 不知道就不知道 反正我們也不會知道所有的事 那倒是 就像我們三個一樣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三個將來會是怎樣 我們三個將來會是怎樣? 這個我知道 發達的就繼續發達 嫁人就去嫁人 沒有兒子生的就繼續沒有兒子生 你瘋了嗎? 對,世事的事是說不定的 將來的事沒有人知道 不如這樣吧 明天我們去拜神求一支籤 問問將來發生什麼事就知道了 好啊,沒所謂 九妹 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好,別管她,我們繼續喝 拿著喝就很悶 不如玩個遊戲 玩什麼遊戲? 我們就問對方一個問題 不過要說真心話 如果答不出 又或者不想答的話就要罰喝酒 挺有趣 說真心話的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改嫁? 我不回答你,我忍 好,那我問另一條 其實你沒有一個心儀的男人? 想不到你的鐵醉筋不發爛爪 那時候有多美女 想不到你的鐵醉筋不發爛爪 那時候有多美女 我當然記得了 那時候有多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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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會叫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我跟你一起去捉 來 你真沒用 那些田雞叫而已 就當作是鴨烏 又不敢睡覺 弄得我熬著睡著跟你去捉田雞 捉了那幾隻回來煮餐粥 你又吃得不停 人家那時候小時候 膽子當然會小一點 你現在長大了 夠不夠膽再跟她捉鴨烏 你問我夠不夠膽? 怕你有牙 你又想捉嗎? 不是 不知道 是否你那時候吃得多田雞肉 吃得你猜拋腮,像一隻田雞 我說不知為何 你嘴巴這麼臭 是否呢?嘴巴沒完馬上現形 你是不是生癢? 那裡有隻鴨烏 那怎麼樣? 不要嚇跑它,照舊,包叉 不要嚇跑,你遞嗎? 不要嚇跑 在哪兒 不要嚇跑 不不不? 不要嚇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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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ぁ他很生氣 想要嚇跑 我挑選你 這裡很臭, 要回去睡覺 死賤精, 敢死偶兒嫂? 雙春是九妹的 不, 為免夜長夢多 就先潑行把大遺仙 盡快撮合他們倆 總算拜了菩薩 希望可以保佑禎鵝禮 去到婆羅乃那邊平平安安 早點回來 放心, 你剛才這麼神心 說不定轉眼睛眨眼睛就回來了 看就這樣看 先生神仙, 有問必答有答必靈 不如過去尖枝掛, 看上相 是江湖術士, 哪有信得過 進廟拜神, 既然來了 我來到了, 過去吧, 玩玩也好 上山, 坐吧 先生神吧 我們想看上尖之掛 沒問題, 不知道哪位想看 我看九妹還沒想到問什麼 不如你先問 好, 我想問家宅 家宅很飄忽, 搭祖也不知道靚不靚 這樣吧, 不如問姻緣 你瘋了嗎?我嫁了姻緣 這樣就未必, 從你的臉上看來 你的姻緣不錯 是嗎?她又有多不錯 我看你的夫妻公氣色紅潤 看來不用多久, 你會紅亂聲動 你眼花看錯了 雙春, 不要站亂歌病 先聽別人有什麼話說 是呀… 你的名字叫雙春 果然是天意 天意注定你命中有第二春 而且這個真命天子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那這位哥仔呢? 他是不是又有桃花? 我看哥仔來 拳骨生風, 華蓋骨重 奸門深陷 如美乾膚, 此乃命凡天殺呼聲之相 感情的事, 只怕都很渺茫 這位哥仔呢, 簡仔碌碌 跟這位姑娘的臉上有九成相似 確實是夫妻相 你看, 印堂飽滿, 山根紅潤 看來你走緊桃花玩也行 你… 別聽她說就說吧 名字叫雙春, 有第二春 你叫九妹, 難道有九妹嗎? 走了, 也不靈 雙春 雙春, 你有沒有搞錯? 給我錢你, 你不照我的話說 你給我錢, 不是想我跟你說好話 撤納你和雙春姑娘嗎? 你剛才替我打了眼色 你連這些事都搞錯 你怎麼替人家看相算命? 或者我記性就差了一點 不過我看相不是浪得虛名 剛才我說你和那位姑娘桃花張志 是依書直說並無虛言 你好自為之 任聖天, 你在這裡幹什麼? 你別告訴我, 你又來找蘇絲 你挺好笑的 你表姐和誰交往 不用跟潤腸交代吧? 你說誰是潤腸? 誰有反應的就說是誰吧 五行欠打, 你又想試我蟑螂拳嗎? 月月 什麼事? 這個人頭兇兇兩頭兇 豁不是又來搞我們蘇絲嗎? 你誤會了, 任少爺站在這裡等我 等你? 過兩天我就要去婆羅那裡做事 任少爺要跟我戰行 就和我去省城玩兩天吧 大師兄 楠楠, 什麼事? 我幾間見不到你 你過來吧 你等著等我 什麼事? 大師兄 我幫你買了一張火車票 你怎麼知道我要坐火車? 大師兄, 人家決定了跟你私奔去婆羅那 所以就買了後日的火車票給你 我… 他們兩個看著我了 我還是不說這麼多了 後日在火車站等吧 大師兄, 不見不散 他傻得挺混淆的 坐火車怎麼去到婆羅那? 任先生, 剛才省城醫院打電話來 說勝天在省城被人打劫 受了重傷 天天 少爺, 勝天 怎麼你們弄成這樣? 天天, 怎麼樣? 很頭痛, 很尺尺痛 醫生, 他的傷勢怎麼樣? 凌朗這次被人打破了頭 流了很多血 不過你及時幫他做了輸血 情況終於沒什麼大礙 天天, 怎麼弄成這樣? 我記得當時我和禎哥在公園拍照 突然有兩個人跑出來打劫 我們沒有打算反抗 但是他一個磚頭打過來 然後我什麼都忘記了 現在永禎呢?他去了哪裡? 在這裡 任老闆, 任坦 我在這裡 阿禎, 你在哪裡受傷了? 來, 妹妹 妹妹 這次幸好只有阿禎哥救了我 要不然他給我輸血 我想你們來到也看不到我們 你說話 對, 由於任少爺的血型 是屬於非常悍悅的O減刑 他這次大量出血, 情況是非常危險的 幸好這位馬先生主動提出驗血 證實了他們的血型吻合 才及時可以救回任少爺一命 一般來說, 可以和任少爺 這麼罕有血型吻合的 除了一直是親屬之外 也萬中無一 禎, 今天真是謝謝你 禎哥, 你真是少爺在救命恩人 別這麼說, 我和任少爺情同手足 我能幫他, 我一定幫的 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這次天天可以大步纏過 你真是他的貴人 萬中無一的血型都被你撞中 勝天天, 你這次真是幸運 不過我也想不到我的血型 竟然會和禎哥一樣 爸爸, 不如我們讓禎哥留下來 當是報答他的救命之恩也好 他救了你 你和他婆羅乃根本是兩件事 怎麼可以連來說呢 怎麼會是兩件事呢 你也聽到醫生怎麼說的 我的血型這麼罕有 傷口又沒好 萬一再爆過的時候 禎哥去到婆羅乃那麼遠 我死定了 你別胡說, 有事還是喜事 不過飛揚, 這次天天說得挺有道理 你知道有事的事不怕萬字, 怕萬一 不如讓阿貞留下來吧 既然你們這麼說, 那我考慮一下 我聽人說豬腍水很補血 我親手煮了一小時 來吧, 你嘗嘗好不好 我真的沒喝過這麼甜的豬腍水 真的多穿幾次頭也值得 大家是你試嗎? 阿貞, 你知道嗎? 我聽到你進了醫院都不知多擔心 你還拿來開玩笑 你對我真好 看來我好像來得不太適合時後 禎哥來了, 坐吧 好 我先不遇你們談話, 我先走了 阿貞, 你小心點, 別再弄傷個頭 知道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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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也發展得挺好 蘇絲他對我真的挺好的 距離愛到死心塌地 雖不中亦不願意 那好吧, 這次你炸傷這件事 可以說一石二鳥了 還是你這條路可以洗 最重要的是爸爸肯答應給你留下 不用去婆羅乃 那就真是謝謝你 不是你, 我就要去到山加拉這麼遠了 多謝什麼, 大家老友鬼鬼 其實這次最應該謝謝我的醫生朋友 要不然他肯跟我們合起來 又說輸血, 又說進醫院 都不會騙到我爸爸 相信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開飯了 是 又雞又魚又輸肉, 今晚這麼多菜 是呀, 比我生日的更好菜 雙春, 你為了慶祝 我不用去婆羅乃 這一頓也搞得很大陣仗 只有誰跟你慶祝 我見喜相逢今天吃剩很多東西 吃得不好就拿回來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是嗎?那酒水又是昨天賣剩的? 你多嘗試, 拿一杯來 如果每天都剩那麼多 那豈不是不愧 別說這麼多了 阿禎哥不用去婆羅乃, 乾杯好嗎 好 來, 乾杯 乾杯 對了, 禎哥, 給你一點東西 你這張爛帳幹什麼? 這張不是爛鬼子 這張是前清孫童年間 由北京開出的火車票 我替你洗褲的時候 在你一個副多路找到的 宣童年代的火車票? 看見阿禎哥你平時沒理正經 想不到你也喜歡收藏舊火車票 宣童年間? 那豈不是只剩二十年錢?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師父 師父 藍藍藍在不在裡面? 不在裡面, 幹什麼事? 不在裡面, 去了哪裡呢? 人家決定了跟你私奔去婆羅乃 所以就買了後天的火車票給你 強豐不潔不生 我清晰了, 拉火車票 師父, 等著我 原來都沒有 Rabbns 難道大師兄有靈度? 好 藍藍,你真的在這裡嗎? 大師兄,我怕你來不來 師父,你為何跑得這麼快? 黎師妹,你也來送行嗎? 車子快開了,先上火車了 藍藍,我有事要問清楚你 上到火車再說,火車不等人 我想問清楚 這張火車票你怎麼得回來的? 火車票當然是在火車站買的 我是問你這張火車票是何時買的 二十年前買還是早幾天買的? 何時買?我真的不記得了 人家要跟你私奔,應該是早幾天買吧 前幾天你又怎會買到 一張二十年前的火車票呢? 我記得前一段時間我傷口發炎 病得溫溫彈彈的時候 你跟我說過會跟大師兄私奔 為何突然間又沒有走道呢? 究竟發生什麼事? 大師兄,你受了傷嗎? 為何我不知道?你還沒發告消? 我問你,為何你沒有跟大師兄私奔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認真想想 大師兄,不要騙我,我肚子很肚子 師父,你不要逼他 你去茶凡那邊坐,讓我來問他 林欣姐姐,沒事的,不用怕 師父跟你玩玩而已 什麼玩玩?他剛才真的很兇 你瘋了,怎麼會呢?別想太多了 不如你先回去吧,好嗎? 乖,先回去吧…乖 那就是說當年藍藍姐姐 真的打算跟她的大師兄 真是師父你爹私奔 如果藍藍說的不是真的 她又怎會有這張當年宣統時代的火車票 那時候還以為藍藍姐姐傻了 我亂說如果藍藍真的有答應和爹私奔 那爹沒理由因度成恨,落毒報復 會不會是因為藍藍姐姐 當時不知道什麼事突然變卦 而你爹一怒之下,於是… 無論如何,我都要搞清楚這件事 不過整件事只有藍藍一個知道 對,整件事都關乎你爹的清白 是要搞清楚的 不過藍藍姐姐現在這樣 想搞清楚也挺難的 怎樣才能令她恢復記憶呢? 我記得有人試過把一個畏高的人 放她在一個很高很高的地方 嚇她一頓勁的 之後不知道是不是刺激過毒 反而治癒好她的病 五毒公道? 好,對藍藍來說 怎麼才是最大的刺激呢? 她的大師兄是被人殺頭的 這樣還是最大的刺激 殺頭? 藍藍姐姐,起來吧,不要睡,起來吧 人家睡得這麼甜,會吵醒人 你還睡?你大師兄出了事 大師兄出了事?出了什麼事? 你大師兄快被人殺頭了 他說要見你最後一面目,快跟我來 大師兄,不是我捉害人的 他是冤枉的,他不可以斬頭的 你看,大師兄在那裡 大師兄 這次還不讓你記住以前的東西? 大師兄 大… 楠楠姐姐 楠楠姐姐… 死吧,師父,他死了,怎麼辦? 楠楠姐姐 楠楠 楠楠姐姐 楠楠…你沒事吧? 大夫…楠楠姐姐他死了沒有? 怎麼樣? 關夫人她接受了很大的打擊 暫時還不知道何時可以死了 我現在回去會開幾張安心凌晨 讓她吃著,看看情況有沒有好處 行了,大夫,麻煩你 楠楠,去跟大夫拿藥 是 大夫,這邊呢? 告事 你們兩個去哪裡? 沒有,我們打算去看看楠楠姐姐 還不看?你嫌害她不夠嗎? 你這麼大人,明知道楠楠精神有問題 是要半夜生姦拉她出去的 你看看你,還扮得鬼五十六 是不是想靠害呢? 我跟你說,楠楠沒有豉油自好 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 老友都沒聽說 你這個賤人,這頭入門 那頭就紅香出場了 救命呀… 楠楠,你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已經死了,楠楠 你這個淫婦竟然謀殺親父 我要你生養親給人 臉相親 無驚無險,無厚古地 我會冷爭氣 人生如低到走貼地 轉角有轉記全長有 再順家如將了收飛 留下會是我的自己 就是相悲 臣托歡喜 就是酸苦結 亦要世味 就是分…